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殿堂 老郎 嘿嘿 覺得我的背怎麼樣 背怎麼了嗎 你不知道嗎 最近網路上很多我背上的照片 你看過 有看到了 就是李先生拍的 就是背部 背部全裸的照片 好看 哪有全裸 我在看電視 好看 這個背是沒有外衣的背 偷嗨對不對 沒有 這個是現在的背 對 就是很離奇 就是背 怎麼會一扁 沒有 可是我 就是背部看起來像少女一樣 對啊 那妳正面跟年輕 妳正面看起來像兒童 好慌 會不會說謊 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 有的女神 不知道為什麼會做這些舉動 一做變成歐巴桑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了 想贏過美鳳姐 成為台灣最美麗的歐巴桑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代表 歡迎四位 嗨 大家好 那因為有孟多跟費丹妮 把平均年齡都已經拉高了 我們的帥大叔代表 歡迎六位 歡迎 妳好 小心 做了這些事 讓你從女神崩壞變女神 到底女人出現哪些行為 在心難眼裡 就是歐巴桑的行為呢 那我們製作單位呢 也很貼心 是 整理了 做了這些事 女神崩壞 馬上變大嬸了 我們來看 第四一點開始公佈 好的 我們看第四點是什麼 好 到處打包 收集 合理 這是合理 這是清潔 對啊 常常發生在喝喜酒 為什麼 不能打包 菜一擺上 她就包了 還沒有吃咧 那有點誇張 那大家其實後面第八道 看起來大家都吃飽了 對 哪個是我真心有碰過 就是 一桌不是十個位子嗎 可能我們那一桌沒有做滿 只有八個人 就有兩道菜是放在她桌上 可是我們才進行到第二道而已 等於這兩道一直是沒人吃 就旁邊那個 太太就跟那個服務生說 麻煩這兩道先幫我打包 還沒吃嗎 還沒吃 就叫人家打包了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會不會有人再坐上去喔 對 而且現在那個大神們都很環保 也有自備的 因為你叫飯店那個餐盒 可能不環保嘛 對不對 也有自備的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 會收集塑膠袋的人 來...你諒解 有嗎 不是 你們知道其實 現在台灣的塑膠袋 便利商店或大賣場 一個要兩塊 對 那為什麼呢 我會把塑膠袋其實重複利用 那你看 而且我很貼心 我會把它折成這種三角形 那你放在包包裡面 那如果說有時候 我們去大賣場的時候 你要花去買塑膠袋 不用... 媽 我這裡也有來 你拿去用 你看 好貼心喔 對 好貼心 對不對 好會折喔 而且要不是它顏色是白色 端午節人家還分不清楚耶 為什麼 不是 因為飯團的感覺 因為這種它又比較厚 對 它不會折 它不會折喔 然後像這樣子 起來就是一個數碼 妳去吃這一鍋 我覺得可能會有年紀上的差別囉 因為一般如果比較年輕的 或者是比較愛漂亮 會買購物袋 就是這種對不對 對... 這些購物袋是... 對 購物袋 蠻不帶的 蠻不帶的 很多耶 而且有一些購物袋 從法國來的 它是用那個草繩編起來的 草編編織 對 然後可能做成籃子 你就可以帶出去 是更方便 可是用購物袋會捨不得用耶 對啊 因為它感覺很漂亮 就是去野餐 街拍的時候才去 但私底下還是會收集這些 對啊 就像我裝鞋子 我也是用那個什麼 亮姐的東西 對 也是 好貼的啦 好貼 不是 鞋子是髒的 你要去買個購物袋的話 你會很心疼把它弄髒 對 而且那個會有連續 為什麼兩個人差這麼多呢 不是 我們家那個李懿就會用 鞋帶 有專門放鞋子的鞋帶 可是那種鞋帶會起毛球 我有買過喔 不會起毛球的鞋帶 其實有這種鞋帶 有 可是那要洗 對我來說那要洗 可是塑膠袋你用完了 髒了你就丟掉了 不是 而且塑膠袋 塑膠袋帶鞋子 下雨天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綁在那個腳上 是不是 對 你看他又可以防御防 那妳幫我們示範一下 女明星提著那個走進棚的感覺 好不好 好 錄影了 對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而且 我真的要講 塑膠袋喔 一定要挑這種厚的 因為我曾經拿那種紅白塑膠袋 然後我在颱風天 就自以為聰明拎著出去 不會被淋濕 結果他被高跟前刺一個洞 我回家的時候放在幾次天 一雙高跟 一隻高跟鞋在那個 好難過喔 好難過喔 因為他太薄了 你要不要來換我的那個紙袋 可是紙袋下雨天會濕 這個好多了 好多了 請問一下對面幾位喜男 希望他們用紙袋來裝鞋子的 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擦 紙袋會濕啦 對 紙袋很優雅耶 好 全數過關 只有假設定跟你是一款的 你怎麼看得到假設定 他比較生錢啊 謝謝 我真的很省錢 這就是買到這個時候 等一下 它的塑膠袋後的一個要兩塊 一塊 而且我跟你講 紙袋是免費的 我跟你講那個紙袋 下雨天的時候你完蛋了 紙袋一個缺點喔 就是說一開始新的紙袋就是蠻好看的 但是呢我在台灣看過 就是比的時候 Gooch或是LB 就是平白那個平白的紙袋 有些人用很久 對 已經就是那個角落是破破爛爛的 就是反而更不好 那個紙袋網路上一個還賣一百塊 他是假的 真的 如果好像 我跟你講一百還算便宜的三百 真的 太大小 對 所以我很愛很愛蒐集紙袋 然後有啦 最後嗎 就太漂亮的紙袋啊 反而會不捨得用 對 當然妳都是那個名牌紙袋 沒有沒有 也有一般 什麼都是妳媽媽買的紙袋 對不起 也有一般般的啦 會這樣嗎 好 都是妳媽媽買的紙袋 因為收下來不捨得用的 大部分會上面有一些Logo 就會寫定的 但是妳好像不只收集這些東西 我看妳桌上有很多 桌上就是這個 就是有從飯店拿回來的免洗拖鞋 但是這些我是要懂喔 我有些是在飯店裡穿過的 然後我把它帶回家 因為妳已經穿過它一直就 妳再用不到的話它就會被丟掉 就不環保 就不是打掃阿姨工作車上面那一點 不是 有些是我當天晚上住 那它裡面很乾淨 我就把它帶走 或許以後我去住到飯店 或是去野餐的時候 我就把它帶著 就可以穿脫方便 而且你看看人家航空公司上面 都已經寫了 請把我帶回家 那實際上史上還穿出心得 帶出心得史上最舒服的 一家航空公司的拖鞋 來 請摸摸看 有氣墊的感覺耶 這好穩 妳給妳這位姐姐看一下 這好穿 她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她不會在浴室的時候 會有點那種 踩到地板的感覺 其實這些成本都不低 一雙最起碼都要35到50塊錢 所以我就都會把它帶回家 有機會的時候再用它 其實大嬸說穿了 就是我們只是愛環保 我們會做環保 我們是很浪費 信一份心 李懿 妳不算 因為妳剛剛說鞋子裝完之後 就可以丟掉了 沒有 妳可以再拿來當塑膠 我沒有 她等到有刺一個洞了 我才會丟喔 除了塑膠袋 還有什麼環保事蹟嗎 其實我真的是蠻喜歡打包的 可是我除了自己 就是去麻辣鍋店打包之外 現在人不是很喜歡 跟打卡嗎 我就會利用FB上的訊息 譬如說我今天知道 亮景在可能某一家麻辣鍋店打卡 然後我就會打電話給他 跟他說 真的 然後我朋友就會真的 把吃不完的東西 然後帶回來給我 然後這樣子我就可以吃兩餐 請問一下 那其他的朋友都是你認識的嗎 都是我認識的啊 那就OK 如果是他跟你不認識的朋友吃呢 反正那個口水煮一煮也會 沒有限制 這一點我們打包 而且有的麻辣鍋店 你跟他說打包 他會加一點壓血豆腐來 沒錯 還有那個剛剛講到洗酒 你洗酒你有時候 自己這一桌的人比較好吃 就會都會吃完 你就打包隔壁桌的啊 你怎麼會這樣 因為洗酒它都有公塊和公湯匙 對不對 而且他拿來也是一份一份的 這樣分好的 對 所以你打包應該沒什麼玩意的吧 但是不是 是因為你打包 別桌的大神也想打包 你打包到別人的扣打了 那我再打包另外一桌 那他們就打起來啊 因為有三十幾桌 他都可以尋貴 這一件事情我覺得就是 不用太過頭 因為就是洗酒也是啊 就是日本人比較沒有習慣 就是太回家這個東西 吃完就就算了 但是呢 我有一次就是一個在台灣喔 一個還不錯的女生 日本就是本來想說 要不要就是跟他講完那種的 我跟他約會 然後他想吃拉麵 我說好啊 你想吃拉麵嘛對不對 好啊 那就我們去吃拉麵對不對 然後那個那一家他吃不完 他跟我講說 老闆 我要那個打包 怎麼可能 怎麼可以日本拉麵給你帶回家 而且他仙長花脾氣 就是老闆很堅持的說 小姐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日本是傳統的日本拉麵 所以沒有辦法讓你帶回家 就是仙長吃不完就算 欸 他還生氣欸 我是客人 就是我想帶回家都帶回家 我心裡想說哇 這個女生 你說是在日本嗎 台灣 但是不可能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在台灣一家拉麵店 他說自己是拉麵店 但是這一家拉麵店 讓你帶回家打包 這個不是我們日本傳統的拉麵店 我們日本的傳統日本人 不可能就是讓你帶回家 所以你害怕他在那邊鬧事 就是你就趕快把那個女的帶回家 對 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我覺得這樣子 有時候也就是太過頭 會就是反而我們就是 有點會害怕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還好欸 這個還好 因為我跟你講我以前就 他有以前女朋友去吃個 吃刀包的東西嘛 那結果我們吃一吃喔 他到底還是要打包回家 那我說吃刀包還是怎麼可能 你可以帶東西回家嗎 不行嘛 那他一直說... 那我覺得那個很誇張 其實韓國人也不太喜歡打包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 剛才的東西比較好吃 比如說 所以比如說我們 我去台灣的朋友的家 打開冰箱裡面 因為平常韓國的冰箱裡面 都是菜啊還是肉啊 但是台灣的冰箱裡面 全部都是一包一包 從外面打包過來的東西 重點是他們用電鍋 還是微波爐煮的話 沒有那個剛才的一樣的味道啊 真的 他講那個真的是還蠻多 那個媽媽家冰箱打開的 有一些剩菜啊 沒錯 還有一些盒啊 不是 他們裡面的冰箱有一個問題 韓國人的冰箱 我之前跟幾個韓國人一起住在一起 大概四 五個 然後他們連放那個泡菜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連我那個牛奶都有泡菜味道 對 真的耶 真的 這個是真的 我也是之前是在韓國嘛 我韓國的室友 打開所有的東西 不管是什麼都是泡菜味 都是 你們到底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奇怪啊 好香喔 泡菜的味道 如果是打包這件事情要看場合 如果這個場合你可以打包再打包 如果像夢多或者是 費丹妮說的不能打包的地方 就不要打包 你就不會從女神變女神 好 來 我們來看第三點是什麼 沙架他不手軟喔 一定要的啊 有時候沙架是一個KIMOTI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沙架也是在 就是在玩一種遊戲跟一種藝術 就像 我覺得是一種很好玩 就像我跟我老公去買車 然後比方說這個車是200萬 車是我覺得覺得應該要砍啊 一定要砍 可是我砍的是比較誇張 我老公就會 嚇一跳 然後第一次我老公帶我去買車的時候 我忘記那個總價 總之比方說200萬的話 然後我就說 150 蛤 我就 不是 是買蘿蔔嗎你 對 我老公一模一樣的表情 蛤 你是頭腦有問題嗎 我喊150的時候 那個銷售員這樣 蛤 你真的有帶腦來嗎 我說對 150啊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什麼 哪個藝人又跟他買啦 買多少啊 頂多170 180啊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懷孕 我還仗著自己懷孕 然後帶有一點肉體 然後我就說 哎呀 妳要算我便宜一點 就是有種交朋友的心態 對我來講我覺得150沒關係 我可以從150 155 160 我是這樣子在沙甲的 升上去 你以為是買房子嗎 我買房子也很敢 就是 我在喊的時候 我必須告訴你 買房子最多就是打八折 買車子最多就是打九折 我知道 不要抄太多 好不好 另外一個是 我跟我妹去買東西 我跟我妹在韓國 然後我妹在代購嘛 然後那個外套800塊 我也是一樣 300 他們永遠都覺得說 哇 你怎麼敢喊 請問你是多早之前去的韓國 兩個月前 沒有對 白眼嗎 像你去帶貨一定要帶很多嘛 而且你是批客的話 你去你怎麼敢這樣子喊 然後就說 你是不知道喊規模 我說我知道啊 他說那你還敢這樣喊 我說 那個人就笑了 妳有得到希望嗎 後來我沒有得到 他說最少最少600 我就說600我不買了 我們聞一下韓國人的想法 對不起 可是我覺得殺價是一種 就對我來講是一個遊戲 是個遊戲交一個朋友 對 我也覺得 如果殺到我覺得 那我很過癮 你也是我朋友 我們是同一個邏輯的人 對 我也覺得 之前我有做過在思強 但是我跟你說 韓國的 韓國的那個歐巴桑 他們很厲害 他們很會拒絕那個別人的殺價 非常 對 怎麼說 比如說 上次我看到一個西瓜 我跟他說一萬塊 他就是自己 他自己說 我在這裡幹嘛 這樣子不如回家休息呢 真的假的 瞄起天蠻 好可憐喔 然後我跟他說 好 老闆 因為我也有面子嘛 剛妳說的那個玩遊戲那一種 所以我也不能輸 所以我跟他說 好 老闆 8000塊好了 這真的不行 8000塊 他馬上痛哭 韓國 我在這裡幹嘛 我就 去死了 妳以前就好了 天啊 可是如果那個 是那個大神賣西瓜 我去死 我就不會殺 但如果那個人 他不是用悲情的喔 然後我也會悲情不對 如果他真的一塊都不給我殺 我就好吧 那我悲情也不對 算了 我覺得殺價就是要看地方 妳好適合去泰國的 哈蹦耶斯那邊 對 我好愛去那裡 所以我覺得 媽剛剛講的是買車子嘛 可以殺價 但是不要殺太過分 對 所以有些租房子 也是可以殺價的嘛 不是 因為其實像租房子來講 我會 因為房子通常都是在台灣 是一年以前 可是我會希望說 我如果這房子我真的很喜歡的話 我會把時間跟他延長 我就說 要不然我跟妳 上次我原本要租一個房子 然後老闆開一萬 然後裡面其實狀況都很好 可是我就希望可以再低一點 我說 老闆 我跟你簽兩年 然後我一次付你半年的那個房租 等於說 如果我一次給他半年的房租 我一次就省了六千塊 我也會這樣談 對 我就是跟老闆用這種方式 我一次給你一筆錢 然後你算我一個月便宜一點 我給你九千 那我給你簽兩年的房租 屋主都有這樣子 給你一些方便嗎 上次那個房東有答應 有啦 因為他一筆現金會馬上進來 對 因為他可以去收轉幹嘛 我朋友沒有租房子 他是開三萬九 我想說三萬九就是要人家殺價的意思 因為他也沒有要飆四萬 我們就說那 就很少 我朋友就說那三萬五 我說你幹嘛先萬一三萬五 然後人家就答應了 然後也是用這個方法說 那如果三萬五 對 再降一點 然後那房東心想 你可以一次拿三萬五的十二個月 我幹嘛降你錢 你怎麼會這樣沒有彈承 對耶 你懂我意思嗎 我聽說 那你就付吧 他就說不用 我不要付一年半年 我要你每個月付就好 只要我不動 那李懿有人會租房子給你嗎 有 這不是說假 我覺得女生在面對租房子的時候 遇到的是男房東的話 通常很容易殺降成功 就是你只要 姿態一年的時候 所以我是同一家去租房子 那時候我們兩個女生 就是要租房子的時候 那個房東是開一萬一 要租一間套房 它裡面還有廚房喔 還有廁所 大概是10坪 11坪 就在小巨蛋那邊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跟房東殺價 那時候房東太太沒有來 只有房東先生 我們就是從頭到尾都好生好氣的 就是說 什麼 就是很客氣說 房東先生 真的我們兩個 妳好生好氣不容易喔 真的 我們真的很為了錢可以 結果妳知道他最後 我們跟他就是講了半小時 他最後9千還算我們全包 包店喔 包店包水 包管理費 男生的房東 我比較好奇的是他們那 房東跟房東太太的婚姻關係 還存在嗎 還存在 只是那房東就是很好講話 沒有 我覺得要去談的時候 要先搞清楚 如果是男房東妳可以穿這樣 如果是女房東 妳要穿襯衫扣好了 扣得最小的 對 不然的話很難 看你約的是誰 他們 但是你們要小心喔 因為我的一個 就是之前的女朋友 他就是長得OK 然後就是房東是那個男生 結果呢就是 剛那個房東那個撒嬌說 那個可不可以便宜一點啊 什麼的 然後就是那 好沒關係 等一下就是我們當個朋友嘛 結果就是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流賴嘛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 那個男生的房東一直在追他 然後最後就是有點恐嚇他 欸 你不是說 我現在讓你住那麼便宜 然後為什麼不跟我吃飯之類的 也是很恐怖啊 小心一點的 變成威脅的條件 李懿看起來還好啦 不用擔心啦 對 謝謝你 我曾經就是 我下去南部拍戲 南部真的跟台北的物價有差 然後那個夾腳拖鞋 在一看台北可能要賣390 但是在南部賣190 那我就想說190 那我就跳了兩雙 在台北可能已經快要1000塊的拖鞋 因為兩雙很漂亮 我就跟老闆說 陶鎧機等箱算 就算我便宜一點 那兩雙要390 我說 然後老闆就說 李小姐 我這小本經營 我馬上就丟了一下 你知道我是誰 沒發現 對 然後我就說 唉唷 我來這邊拍戲啊 你這鞋子好漂亮 我再多介紹我幾個劇組的朋友來買 你算我便宜一點啦 我也是辛苦在過生活的 然後那個老闆就說 好啦 好啦 要不然你跟我拍照 然後你讓我那個照片 寫出來放在這邊當宣傳 我算你350 我想說 嗯 好吧 我說那我們來拍照沒關係 那我說那你算我350 對 所以就可以稍微利用 一點點這種知變算350 他也開心 所以你的照片只是40塊錢的意思 怎麼那麼便宜啊 可是我覺得他開心我也開心嘛 然後你只有打了折購40塊錢 你還要欠人家一個人情 你活潑就390付了 你開開心心走了 也沒有留下照片 也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真的 沒有想那麼多 那時候只覺得賺到了 當下開心就好了 對 當下開心 他已經講到那個地步 當老闆說你剛幫我拍張照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退 對 沒有退庫了 你不能再拿出390了 殺價還是要看地方不要亂殺 因為你真的有時候會陪了夫人又折兵 真的 可是有一種殺價是絕對合理的 就是像有一些百貨公司 有時候它頂樓會有那種 類似Outlet一個賣場 比如說有些國際名牌 有時候它一雙寫就已經三折 但是它兩雙兩折 三雙一折 可是有時候你怎麼挑 就只喜歡一折 只喜歡一雙的時候 看有沒有想要買一雙兩雙 對 然後跟大家一起合湊 妳很厲害 妳把特賣會當成菜市場 不好意思喔 當臉部位在討論的時候 妳看看孟多的表情 這集應該是來賓講話講最多的 不是啦 這樣合理啊 不是 我拜託不用這樣子 如果OK 妳自己就是一個人就開心心 如果你就是旁邊有男朋友的話 千萬不用這樣子 我們真的會傻眼 不會 另外一雙她也是三折 那我那雙也是三折 而且她來賞我超開心的 對啊 我愛多幾千 我不能講話是不是 不是 你太大男人了 你會覺得女人去殺價好像很 對 不是 不是 因為你看大家就是 那你就去樓下小吃街吃碗豆花再上來 不是啦 因為拜貨公司 你們在拜貨公司不是在夜市 不是 他是特賣會啊 你是特賣啦 拜託 但是你們來到日本 拜貨公司裡面不拿殺價 這個我們當然知道 但是 為什麼 沒有 大阪人跟你們很像 大阪的歐巴桑跟你們一模一樣 他們親愛也會大家 你剛剛的鼻子有親愛的感覺 為什麼 你說回那三個字 大阪的漂亮的歐巴桑可以嗎 還有那三個字還在 其實 好好講話啦 其實如果你在東京 有一件事情也不能做 就是最好不要做 因為很多人會到東京的百貨公司 進去化妝品 專櫃他就開始試用 可能素顏進去全妝出來 其實那個化妝品 裝櫃的小姐都會不開心 真的 對 在東京就盡量不要 但是我們好像現場就有人 會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喔 有什麼事 什麼事 我可以 林毅 林毅你不要害怕 老闆不是夢多 對 永遠長出來 因為女生很愛買嘛 那就是有很多女生朋友 譬如說 女生一定會有超過 可能五個腮紅 然後可能十個唇蜜 然後那些 你不可能用得完也用不到 因為一看到新的顏色 你就會想要換 我就會跟她講說 亮姐 我就說 妳這些腮紅全部都有用到嗎 她就講說 沒有 我最近都用這一個 我就說 那妳有不用的腮紅嗎 她就說有啊 我好幾個都放在那邊 他們都會把那些腮紅最後給我 所以我現在整個化妝包裡面 我的 所有化妝品 除了底妝之外 全部都是人家給的 那妳的底妝是不是去保護公司 跟她說麻煩妳給我試用品 不是 我的底妝 是買依頌音的時候 我買了10罐 所以總共我有20罐先囤著 你不理這些 對 有效期限這件事嗎 它是薄薄的那一種 而且還可以 那三年就要過 三年就過期囉 對啊 很誇張耶 不會 還可以分享給人家 妹妹啊什麼都一起用那種 也對啦 公關嘛 公關 對 公關啊 反正買一送一啊 我們四個好喜歡做公關 對 沒有的啊 我的國家 我們都不會下架 對 因為很丟臉 只有吉普賽人還是沒錢的人會下架 吉普賽人跟哪裡的人 沒有錢的人 沒有錢的人 對啊 因為如果我是老闆 如果一個人過來 他問我便宜一點 我會跟他 走開啊 再說我們不會 都不敢這樣做 對 所以我在台灣 如果我要下架 我不會問他 可以便宜一點 如果比如說一個東西五百塊 我說好 我要買了 他會準備好 然後我給他四百塊 然後我跟他說 我會跟他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只有四百塊 我晚一點回來會買 然後他會說 沒關係 沒關係 四百好了 大騙子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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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再掛他 哇塞 很負擔 是買一招 我只是真的高招 這樣的話不會留戀 因為他會給我便宜一點 而且感覺也比你們四位高級很多 沒有 欣欣你下次買車 一百五十萬現金拿去 我只有一百五十萬 這是高招 那我們來看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是 聲怕別人聽不到 講話超大聲 這是李懿的專訪嗎 那是 我不會好不好 蛤 我沒有吧 你講話不夠大聲嗎 還拿著麥克風 李懿 不好意思喔 你的麥克風拿多遠 這麼遠 還這麼大聲 如果是我就沒有聲音了 可是有時候這是很難免的啊 不是嗎 就是譬如說你去吃東西 把它DA調小一點好不好 不是 譬如說你去吃東西的時候 然後譬如說你看到這個排餐 特別便宜 大家會講說 欸 這超便宜的 點這個 點這個 你就會想要好康爆香汁啊 不會 最記得就是以前在蒙古烤肉的時候 我們在 譬如我們在炒肉的那個地方 我媽在位子上就可以大叫 我跟我哥的名字 為了幫她炒一盤什麼什麼 譬如說牛肉加空心菜之類的 我們那時候兩個人因為都高 我們就很想要馬上蹲下來 被爐子擋住 因為太丟臉了 但是後來呢 怎麼說 因為當媽媽之後有時候照顧小孩 然後就像上次去吃Buffet的時候 女兒就要按耐他 因為那時候還小一點 然後可能很想吃蒸蛋 然後我哥就在那蒸蛋的 那個附近的區塊 我也就 大喊了 小聲 就是學習你媽的一種 對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真的會越來越像我媽媽 可是當下你真的覺得好方便 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那個音量到底有多大 然後蒸蛋 然後蒸蛋就回到我的桌上啊 那頓時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其實我跟亞倫一樣就是 因為我想說我沒有化妝 我邊走就邊講 那其實就全部都是人 我覺得說 好 都要拿起來喔 我先去那一邊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走走走都拿回來之後呢 我就看到一個 他們整點才會出現的蜂糖 1點 2點 3點 1點45 那個蜂糖就會軟掉不好吃 那我可能講話太大聲太激動 我就說六月 那個蜂糖軟掉 等一下我們再回來拿 然後我就很大聲走了 然後呢 我伏線就走過來這樣 宋小姐 就是說那個蜂糖 等一下兩點就有了 兩點你再過去排隊拿 因為那個蜂糖軟掉了 我大概在吃的時候 就是也要開始大吃了嘛 所以這樣啊 好尷尬喔 她認出我來 今天所有的故事都告訴我們 對 我告訴你 每一次 我講話可能太直接或太大聲的時候 每次我都是這個時候被認出來 然後被認出來的時候我就 對啊 還要在那邊 Gay Party 真的很丟臉 然後每次的這個時候 我都說不會有人認出來啦 我老公就說你又知道了 你要不要等著看一下 我好好奇喔 請問現在日本的女生 講話會這麼大聲嗎 怎麼可能 真的 如果 所以我是台灣人啊 也很好啊 但是就是 如果 如果這樣子 如果就是之前女朋友這樣子 我真的很不行 可是我看妳的片 她們講話都很大聲 那個是 不是 而且沒有在拍 OK Beyond呢能接受 女生講話很大聲嗎 有 可是在法國是比較想像的女生 或是 像沒有美麗的女生 沒有什麼 美麗的女生 對 就是不漂亮的女 對 沒有禮貌啊 沒有禮貌的女生 那法比歐如果你看到 美麗的女生講話大聲 你會怎麼樣 真的 所以男生們其實不喜歡 講話大聲的女生 超討厭 可是韓國女生 很多人講話很大聲 大聲 對 你要看地方啊 比如說我上次也跟妳說 那個餐廳裡面 我們要那個大聲一點 對 比如說公公講書 比如說公車裡面 還是捷運裡面 都很安靜啊 這個講話大聲一點是OK 但要小心 妳話題的內容 如果在美國的話 美國女生如果月經來的話 她們可能會稍微提一下 我今天月經來了 不會再講 不會再講 但這個女生 台灣女生 她就跟她朋友講話說 喔 跟妳講 我今天肚子超級無敵痛 我早上以為我要去大便 結果 哇 我要跟妳講 我那個 不用侮辱日本的國旗 就講到我連吃飯都不想 這樣子啊 對 很粗魯 對 嚇死人 第一名是什麼 是什麼呢 不在意打扮 不在意肉體被陌生人看到 這不好吧 可是像這個第二題 不在意 第二句話 不在意肉體被陌生人看到 國外有很多天體營啊 他們也不在意 他們也沒穿內衣啊 他們也都是女生啊 尤其是餵奶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時候就要請巴西的費丹尼 費丹尼 也還好了 我覺得也是要看地方嘛 要看盡況這樣子 對 就有地方真的不能 就是你要注意你穿的東西啊 你要注意你怎麼做 你這麼長就這樣子嘛 所以要看地方盡況這樣子 對 我有一次 我一次在日本喔 那個 我的那個朋友 跟 好像哪裡人 一個外國人跟老外結婚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那一天我也在 然後就是很多人在 然後就是給大家看他的小伯 分學寶貝嘛 很可愛對不對 然後 大家好可愛好可愛 就是差不多快20個人喔 在那邊就是 突然那個女生 你寶貝都知道 我們怎麼全部都馬上看看這邊 嚇死了 他們 他吃進醬 弱點 那給到我 我說我們 沒有什麼 可是哺乳是一個很漂亮的事情 哺乳不太算啦 但是在日本就不行啊 不敢漂亮 不漂亮 我們是嚇死 我們 那你們還不錯會閃開 因為前幾年就是哺乳媽媽的權益 比較沒有大的時候 以前我們還在包廂裡吃飯 然後結果哺乳媽媽 你知道那個 為什麼 男生 他們都很好奇 他那個沒有哺乳精 有一點 有是有 可是他們還是好奇 那這幾年就倡導得比較好 對 就是哺乳 哺乳是一件很美麗的事情 對 很美的 而且我覺得啦 就是好像 當媽媽是一個關卡 就是因為你在餵奶的時候 有太多的護士啊 月子中心的人進來 有 然後 乳腺主色的時候 他會幫你按摩 對 然後按摩師進來 或者是什麼的 所以你從那一刻開始啊 你真的 真的就是女神變女神 我也承認 OK 然後所以 你現在比方說 我出去我本來就不喜歡穿內衣 然後 有些時候比方說去樓下買一碗麵 我認真覺得 又是認真覺得不會有人看我 然後我老公就說 那我就趕緊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去把內衣穿上 所以我就會去拿我老公的襯衫 然後披著 但披著我老公說 可是我還是看得到點欸 妳確定妳要下去嗎 我說 我覺得 我就 我寧願不穿內衣 我也要駝背的去買一碗麵 然後常常就會被我老公念說 哪那麼懶 或者是 就是 這個動作一做起來 對面六位應該就是對我換面了 有些時候你會穿比較小條一條 小條一點的內褲 是 然後有些時候可能 一些動作可能會有點卡住嘛 所以你可能會拉一下 那你年輕的時候 拉一下 尤其是夏天會黏住 然後你就是 年輕的時候你就會看一下 喔 沒有 你就會去到 你可能就會走到這裡沒有人嘛 你才會做這個動作 而且是默默的 我現在不是 真的覺得說哪裡舒服 哪裡坐 就可能走著走 真的有卡住了 就 就直接拉了 那拉了之後 那我老公說 老婆 你在幹嘛 我說 蛤 不在 我說 幹嘛 他說 你剛剛在拉什麼 我說 拉內褲啊 他就說 你不怕別人看到嗎 在東區 我說 不會啊 誰看到 他說 我看到了 我看到代表很多人都看到 夢多 你幹嘛 我怕他會不會 怎麼辦 怎麼辦啦 看是說真的 台灣的女生真的就是會 我也會 我知道 因為我是在東區啊 那就卡住了 所以就能看到了 夢多 你覺得東區女生 很喜歡拉內褲 日本沒有人在拉內褲 沒有 真的沒有 我們男人 就是看得當然會開心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你們會穿的是比較短的嘛 對不對 有些就是年輕的女生 從這邊這樣子 這樣子 我都說 你真的很常看 你都會做那個動作了 因為我坐在東林的那邊穿看 你怎麼把你平常的興趣 跟大家分享 不是啦 但是如果是資者女伴 這樣做的話我真的會生氣 那有時候是工作沒有辦法啦 對啊 有時候像我們出外景 那有時候你在外景 就是你這一場拍完 機車接下一場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辦法 找地方換的時候 我就會把酒吧的那個 前面的門打開 然後我就在酒吧前面那個門 旁邊換 對 那因為我們裡面 會穿小可愛跟安全褲 所以會換 那就算沒有穿 你也會仗著 應該沒有人會看 因為跟大家說 我要換衣服了 你們不要看 就不會有人會像故意這樣子 對 對 是不是大家如果外景 都會有這種經驗 對啊 有啦 拍戲真的難免 有時候趕 像模特兒外拍的時候也會啊 會啊 對啊 對啊 都直接換了吧 對啊 跟工作 我帶工作沒關係 可是你們去逛街 然後買衣服 他在講我啦 在講你 他在講我啦 沒有 因為 我媽媽也是啊 可是我媽媽是要留十六歲啊 然後就會 跟年齡有什麼關係 我一下才好 我不要聽到 對 有時候我媽媽是不耐放 就是沒有熱情 對 所以有時候 如果是 不耐煩 對 很多人在派對 都會 算了 壞了 就換衣服 我就好尷尬啊 但是有一些 並不是不在意打扮 而是她的坐姿 有些女生她坐是這樣 但懷孕的人有時候 她就是坐這樣 懷孕的人好像是 對 沒辦法 太重 我還蠻在意這個事情的 真的嗎 為什麼 可是 蠻舒服的耶 我覺得 我覺得腳這樣子做 翹腳做 你們不覺得這邊很卡嗎 妳是男生嗎 妳有東西是不是 妳有東西嗎 我會覺得很好啊 我會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做的話 我會覺得很舒服 但是先上看一下喔 請問一下李懿 到底是在哪裡 變性的可以倒出來嗎 在泰國做的嗎 可能成功的耶 我覺得這樣很好耶 那如果你穿裙子呢 裙子的話 我剛剛我也會這樣做 我前面會蓋到一個外套 然後還是要這樣 就是抽住而已 可是其實我覺得沒有很好 就是因為你們女生 你們必須要注意 就是你們旁邊還有很多人嘛 對不對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跟夢多一樣 變態那種嘛 你們要真的小心 那譬如說 我有一次跟我女朋友去宜蘭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坐火車去嘛 那個時候也是很早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坐著嘛 然後他一直跟我講 喔 好累 好累啊 就想要睡 想要睡覺什麼的 然後他就那個時候 闖一個短短的鏡子嘛對不對 可是我就發現他坐的時候 他是這樣子做的 這樣子做 對面很多人啊 對面很多人 那他就這樣子做 就是剛剛李懿那個做法嘛 對 就一樣差不多 可是然後我跟他講 你為什麼要是這樣子做嘛 你知道前面有很多男生 那大家一直看著你嘛 你不會就是覺得不舒服還是什麼的 他都不在意 他都不在意 又說你這樣子也不對嘛 因為大家就看著你就是 他們的想法就可能就是會不好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女生做的還是什麼的 穿的衣服什麼的都要注意這樣 對 你會在意喔 表示你這一次有放感情耶 沒有 一定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而且我一直跟他講 你是說他 因為他穿裙子 所以你會在意 如果他穿的是短褲呢 短褲也是可能 也是覺得要在意一下 那如果是牛仔長褲呢 還是在意一下 像我之前一個女朋友 他是好難看他走路的樣子 他走路 比如說我們要去買東西還是什麼的 他在全家裡面 就是已經脫背了這樣 還吃芒果乾 過乾 為什麼 記得好清楚 然後我就拿這個 我說Baby你想吃個餅乾對不對 他說 對 這跟男生在一起啊 不是 那是女生 我真的發現台灣路上很漂亮的衣服 而且是在東京 好漂亮 但是他們走路都這樣 沒有那麼誇張啦 不可能 怎麼會 這個是剛剛 這剛剛做完手術出來嗎 李懿 這不可能 太大了 為什麼 我也不會這樣走路 妳可不可以手一下 我剛剛補返妳走路的方式 補手一下 李懿 妳出來示範一下 妳不要用明模的走法 不要走台步 就是妳一般正常的走法 妳認真走 可是我走路我會脫背 我會這樣 那給他一個芒果乾 給他一個芒果乾 給他一個芒果乾 妳有跟賈斯汀交往嗎 我真的確定 賈斯汀妳前女友是靈異對不對 你們兩個打算公開練琴了嗎 沒有外發 我剛剛沒外發吧 沒有啦 不是說我好像歐巴桑一樣 因為我在家裡喜歡比較放鬆一點 我在外面會注意我穿什麼 我怎麼走路 因為一直會被拍照 被看到 但是在家裡我喜歡比較放鬆一點 所以我會買比較寬鬆的內褲 這些東西 好像歐巴桑一樣 所以我喜歡放鬆一點 但是回家就是要放鬆啊 但是老婆沒辦法接受 是嗎 她覺得不舒服 請問一下另外喜男們 你們能接受你們的老婆 或是另外一半回家很放鬆的樣子嗎 好危難喔 為什麼這麼危難 因為要看狀況 像冬天天氣很冷 她下班很累 那她可以穿出服一點 可是我還喜歡她的衣服是好看的 法國人都很優雅 就是配顏色 對 就是優雅 對 所以你的意思說 她就算回到家換的居家服 也必須要配顏色 要漂亮 對 不能要殺於家 她可以很舒服穿運動褲 然後就是比較常常的T恤 沒關係 但是要有一點好看 我以前法國女朋友 我們就是之前沒有約會 然後就是剛好週末 我們一起去吃飯啊 去看電影 然後回家 還是希望可以繼續那個晚上啊 那我先去洗澡啊 然後再等她 結果她從那個洗澡出來啊 然後你看跟阿嬤一樣 穿那種一種花卷啊 很可愛啊 哪裡可愛耶 然後又有面膜 大家現在欠女友嗎 不是 雞芒撇鏡 不是 所以對法比歐的感覺 如果是做這樣的事情 就已經算是年紀比較大的歐巴桑 對 這個女朋友是賣水餃的嗎 不然為什麼要帶趕麵棍 不是 你知道嗎 當她那個髮卷跟麵膜拿下來 她是很漂亮的 哪裡很漂亮 她有奪陀也是為了你 妳們真的是歐巴桑啊 歐巴桑啊 我覺得因為帕西女生就是 她們年輕的時候很愛喝酒嘛 那突然你覺得你看到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就開始說 今天可以出去 可是什麼就不喝 那你就開始 欸 這個女生就開始 我把她搶 就這樣子 因為她們開始不喝酒的時候 這個女生可能就是 變老還是怎樣 我我的是她們的想法就是說 她們開始主義 就是健康 開始養生的人就代表年紀到了 喝不了 出去玩就是要喝就對了 對 要喝一下嘛 喝一下可以 都不喝 你們在韓國覺得幾歲算年紀大 什麼 什麼啦 有工作之後 有工作之後我們變成老還是 沒有工作的人 學生還是年輕人 你說男生 我還是年輕人 對 沒有工作 沒有人都沒有工作啊 對 三十歲在韓國就算老了 天啊 來 賈斯汀你這個沒有工作的人 沒有 我們家那邊的阿嬤是滿有形象的 其實滿像日本的歐巴桑 像我阿嬤 她比如說喉嚨不舒服 然後去看醫生 可能看了幾分鐘而已 她還要前 就是 以早兩個小時起床 然後再化妝 對 兩個小時 然後 化給醫生看嗎 對 為了醫生而已 所以每一個地方對於化妝 還有年紀大 或者是變成女神的這個觀念 都不太一樣 不一樣 但是不要忘了 不管你是在什麼地方 什麼年紀 千萬不要忘記 你是個女神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毛利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